诸葛孔明的计谋有多厉害 他在临死之前点了49盏灯 看似是续命 其实是设计了一场局 这场局是为了引诱谁上当呢 最后计策成功实施了吗 今天木鱼军带大家走进三国 看看那些阴谋算计 一切还要从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说起 前四次失败的北伐经历 让诸葛亮吸取了经验 第五次北伐 他用火攻将十万曹魏大军逼入绝境 打得司马懿父子措手不及 眼看着就要胜利了 可是这时候老天爷散了把眼泪 一场雨浇灭了大火 让曹魏大军逃了出去 诸葛亮气坏了 直接气急攻心喷出一口血 然后晕倒了 等他醒过来 就立马为自己算了一挂 然后查看天象 诸葛亮算出自己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他不甘心 北伐还没成功 复兴汉氏的心愿还没有完成 所以接下来 诸葛亮点了四十九盏灯 想向天再借些寿命 让他完成北伐 他点燃四十多盏灯 然后施展法术 想恢复正常星空 不让同样会观星的司马懿 看出破绽 要是司马懿知道他命不久矣 一定会带领曹魏大军攻向蜀国 但是呢 诸葛亮还是晚了 司马懿提前观看星象 看到了诸葛亮的命数 但是他不敢完全相信星象 派人去对方打探消息 结果呢 被蜀汉大将魏延发现了 他以为是曹魏大军来袭 就立马上报给了诸葛亮 魏延以为情况紧急 匆匆忙忙的到诸葛亮帐中 诸葛亮正在施法 魏延闯进营帐的时候 还采会了四十九盏灯中的主灯 不幸失败 诸葛亮空流无奈 既然已经这样了 他没有再强求 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的 但是魏延吓坏了 他才知道诸葛亮在做法 急忙将灯摆回原来的位置 还不断请求诸葛亮原谅自己 说自己不是有意打乱丞相做法 而是有紧急军情 要上报给丞相 曹魏暗哨前来打探 诸葛亮听了魏延的话 突然对魏延暴怒道 早就让江北提醒你防备司马懿来袭 我安排的事 为啥你们不放在心上 既然曹魏暗哨前来打探 为什么不带兵抵抗 而是跑到我营中打扰 简直令人火大 魏延自知做错了事 低头一声不语 诸葛亮责怪完魏延 但没有惩罚他 而是感叹自己命不久矣 然后让魏延出去了 点灯施法失败 诸葛亮将自己手下大将 都叫到了自己营中 他拖着虚弱的身子 交代之后的事 还有自己的身后事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诸葛亮便积劳成疾去世了 只活了54岁 这便是诸葛亮 点灯续命的全部内容 诸葛亮点49盏灯 表面上看是为了续命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事情并不简单 他点灯续命的背后 其实暗含了计谋 而且是两大计谋 很多人都没有看穿他的谋划 他手下的大将也全都以为 点灯做法不成功 诸葛亮真的就命不久矣了 所以他们小心为诸葛亮看守 不想看着诸葛亮就这样离去 但是诸葛亮是打着续命的幌子 暗中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找出蜀汉的内贼 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 就算点七星灯做法也无济于事了 但他想利用这件事 找出谁有不沉之心 这样才能团结蜀汉内部 诸葛亮很清楚 自刘备去世后 蜀汉内部看似团结 其实大不如从前了 有些武将明着不敢和诸葛亮作对 但暗中却会给诸葛亮使绊子 有的说不定还有贼心 诸葛亮既然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那就将计就计 用点灯做法仪式 找出那个贼子 谁要是中断了他做法续命 那就是蜀汉的内贼 诸葛亮在死前 一定要帮蜀汉清除掉 诸葛亮射局又敌 结果真有人闯了进来 魏延以上报军情为由 冲进诸葛亮的营帐中 打扰了他点灯做法续命 虽然当时诸葛亮很冷静 但他已经想好处置魏延了 但不能让魏延提前发现端倪 所以先表现的不在乎 诸葛亮其实一直都不看好魏延 在长沙一战时 他就看出魏延有反骨 这样的人不能再留在蜀汉了 诸葛亮在魏延打翻主灯后 没有处置他 但是呢 在魏延退出营帐后 诸葛亮找来了姜维和杨仪 叮嘱他们 之后移掉紧盯魏延的动向 要是发现任何不对 就立马杀掉魏延 诸葛亮去世后 魏延真的反叛了 好在姜维和杨仪提防着 后来轻松斩杀了魏延 诸葛亮的第二个目的 不再是针对蜀汉内部的 而是对外的 他点灯续命 是为了迷惑诡计多端的司马懿 希望能够为蜀汉大军 争取撤退的时间 司马懿被诸葛亮火攻 差点命丧在上方骨 他逃脱后 心中是忐忑的 司马懿一定想除掉诸葛亮 不仅是为了找回面子 更是为了之后的安危着想 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 想一举击败诸葛亮和蜀汉大军 假如司马懿落实了 诸葛亮命不久矣的消息 那他一定会命曹魏大军反攻 打蜀汉军可措手不及 失去了诸葛亮的蜀汉军 就像是一盘散沙 怎么和司马懿斗 诸葛亮点灯续命 先迷惑住司马懿 为蜀汉大军争取撤退的时机 不让司马懿得逞 诸葛亮算无一策 他点灯续命 为让蜀汉大军安全撤退 真的迷惑住了司马懿吗 蜀汉大军慢慢撤退时 司马懿察觉出了不对 但他不敢轻举妄动 怕是诸葛亮布下的陷阱 正等着曹魏军深入 然后将其一举歼灭 等蜀汉大军撤退差不多了 司马懿察觉到不对劲 他想派人攻打时 姜维和杨仪提前准备好的 诸葛亮雕像给抬了出来 司马懿的人前去打探 认为诸葛亮没有死 又吓得司马懿撤回了兵力 就在司马懿犹犹豫豫之际 蜀汉大军已经撤退完了 司马懿懊悔不已 诸葛亮活着呢 对曹魏来说是很大的威胁 就连司马懿都战战兢兢 诸葛亮正是拿捏了这一点 才想出这么个计策 反正诸葛亮点灯续命 有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不管是魏延还是司马懿 他都精准拿捏了 比起这些 诸葛亮内心应该更多的是遗憾吧 因为他命不久矣了 所以他安排好这些 如果有机会 他一定想有命对付曹魏 完成刘备和蜀汉 兴服汉士的梦想 他也一定不甘心 北伐那么多次 却没有成功 最后一次北伐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上天却不帮他 一场大雨浇灭了火 也浇灭了诸葛亮的雄心斗志 即使是这样 诸葛亮还是没有当甩手掌柜 为了蜀汉大军的安危 他布下一石二鸟的计策 让严峻的行事转危为安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之后 就没有一天清闲日子 为蜀汉大爷操碎了心 有他在 孙权和曹操都不敢轻举妄动 诸葛亮深谋远虑 将自己的死都算进去了 他对蜀汉的贡献都被看在眼里 所以他去世后 蜀汉皇宫上下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只有一人大骂诸葛亮 这人叫做黎苗 他不遵诸葛亮 是因为他追求的东西和诸葛亮追求的不一样 他觉得诸葛亮不应该北伐 导致生灵土坦 对蜀汉百姓不利 但是诸葛亮北伐 除了兴富汉士 也是保护蜀国安全 只有蜀国安全了 蜀国的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才有了这场戏剧上演 怎么说 诸葛亮都是为了蜀汉着想 应该得到尊重 对于诸葛亮点灯续命的说法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留下您的点赞和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